周三 美国国务院首次举办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进入了第二天 美国副国务卿苏利文表示 唯有公开诚实地揭露宗教迫害与歧视才能阻止其继续发生 周三 美国副国务卿苏利文说 美国人权法案中信仰权利是公民的首要权利 他呼吁所有政府都必须优先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 并鼓励民间组织揭露宗教迫害与歧视 本次由美国官方首次举办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为期三天 主题分别是扩大对话 民间组织经验分享以及政府角色 本次大会中 法轮功议题受到持续关注 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发言中 特别谈到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 周二 反映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劳教所遭受酷刑 努工迫害的纪录片《求救信》在华府举行美国首映事 医生反对强制器官组织本周四还将举行研讨会 深入揭露中共强摘器官暴行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制作人 Ethan 感谢观看